譬如說你到了現場 弱電開關 要記錄下來 因為將來你可能會去做一些電視牆 電視牆是不是需要閃過這個弱電開關 是不是需要在這邊做個電視 是不是要做個牆面把它包起來 等等之類的 還有那些插座的位置 也都要先記錄一下 還有一些窗戶 窗台的高度 窗的寬度 還有距離樑的位置 量下高度是多少 對不對 量的 高度是多少 量的寬度是多少 這些東西也都要稍微去記錄一下 然後呢記錄的時候呢你會發現 哇記得亂七八糟 好記得亂七八糟 那很多呢就是助理在寄 寄好之後呢回去給設計師去畫 通常都是 兩個人三個人一組 然後呢開始去業主家去做些葬樑 好那葬樑的時候呢 通常呢像譬如說 平面圖 要丈量的東西很多之外 立面圖也有很多東西要丈量 譬如說樑下高度啦 天花板 木 木座天花板的高度啊 RC結構天花板的高度啊 門高啦 門寬啦 插座的高 長寬的位置啊 距離牆面多少 距離牆面 距離地面的高度是多少 對不對 窗戶的部分呢 還有窗台的 高度 窗的寬度 還有涼的深度 還有涼的寬度 這些東西都是要去做紀錄的 那在紀錄的時候可能你會有一些代號 你會有一些代號去做紀錄 好 那你可以寫中文 你可以寫英文 甚至呢 有一些符號做代表也可以 每一家設計公司裡面都有一些不同的符號做代表 像這個哇就畫的一團亂了吧 有看沒有懂 我相信只有他自己看得懂而已 好還有呢 涼的位置 剛剛講到涼的位置也要注意 好再來呢可能會畫的好看一點 畫的好看點就是稍微去做一下比較完整的紀錄 窗台的高度是多少 涼下高度是多少 涼的寬度是多少等等 會去做一個比較 精準的一個紀錄 OK 好那甚至呢有人是怎麼做 他可能是做一個閃電型 對不對 這邊寫一個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這邊寫個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這邊寫個數字 這邊寫個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大家溝通好 大家在同一個公司裡面溝通好 你畫好的東西你這邊註明一下 我就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 都可以 好就是看 本身 這個設計師的一個習慣 還是寫中文寫英文用符號 做代替 這個都沒有關係 就是盡量 紀錄的 越詳細越好 好你才不需要說回去 重新量一次 好在業主家還要重新跟業主約時間再去量一次 就比較麻煩 好所以呢現在的拍照啦 錄影哪都很方便 好可以方便你去做一些 這個 紀錄 畫圖的時候 或是在 幫業主做平面配置的時候 你會 更有 臨場的一個狀況 好 這個要 了解一下 好再來呢就是有像的 之前 有 業主已經有做裝潢了 天花板就不太好量 好 你可以去量 你的 陽台的天花板 好或者是呢 業主願意讓你拆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東西敲掉 去量實際的 RC的天花板 好我們要知道 RC 的天花板是多少 這樣子呢 將來在做 天花板規劃的時候 會比較準確一點啦 好像這些很細節的部分 基本上都要畫出來喔 你畫的越細 將來在施工上 將來在設計櫃體上 才不會 現場才不會有問題 好這個 都是要去注意的 好等一下呢我們就會拿 圖面 好來帶你 畫一次 平面配置圖 來模擬一下 你在業主家 丈量的一個狀況